斯布珍 每日灵修 经文 它必救你 脱离捕鸟人的网罗 诗篇 就是一篇第三节 这经节有两层意思 第一 若你已被捕 上帝能释放拯救出来 第二 若你尚未掉进去 上帝能保守你 免于落入陷阱 上帝如何来释放或保守 祂常用不如意的事临到我们 作为管教的帐 免得信徒迷迷糊糊 但于最终之乐而不自知 终于走上灭亡之路 有时候 上帝则用圣经的话来提醒 兼顾信徒的心 免得他们禁不起诱惑 而落入网罗 陷于最终 若我们常常读经祷告 保持警醒 我们会常告读自己 我怎可如此软弱 做出得罪上帝的事 不行 我一定要悬崖泪马 再者 若我们已和罪恶的事 沾上瓜葛 上帝人要帮助我们 救我们脱离网罗 这是多么令人安慰的事 所以 被罪缠身 无法自拔的孩子 别灰心 听听救主是怎么说的 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 回来吧 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 若你说 你被俘虏 动弹不得 你一定要从中出来 认你的罪 并下定决心 与过去一切暗昧的事 一刀两断 那爱你到底的主 必不丢弃你 只要你离罪 悔改 他必接纳你 并赐下平安喜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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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